老师解释肖肖工的基本概念 原理和好处 让长辈了解这种运动的重要性和益处 陈正胜老师也分享自身的经验 历经亲人的相继理事 得了重度忧郁 在朋友的鼓励及心态的调整下 充分体认到大小的好处 因此也更加的确认 且积极的持续到社区来推广 在去年也曾经因为太太走了 接下来女婿走了 我就很伤感 朋友来看我的时候是她笑我了 很多东西忧郁的人来你这里都好 你怎么自己变成这种忧郁呢 我就自己就开始每天喊 我是最健康的 健康健康 快乐的快乐快乐 所以我才发现说 原来笑确实是可以带给大家健康 给大家快乐 这是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胞 要有这样的认识的话 那太好了 展示肖孝工的正确动作和呼吸技巧 以及如何配合身体的自然节奏进行练习 并且借由律动来带动 运动一小时后 有人感觉肩膀松开 有人重新学到笑的方法 有人看到别人笑得开怀 也受到感染反应零零重重 我们笑的好处 我们先要告诉大家 过去的人都是希望说 都是有一个笑的理由 然后再笑出来 其实笑是不需要理由的 就是可以感染的 陪此相对视着 然后我们的那个嘴角 都是十点十分的 那么我们慢慢的 就会带给大家 这个没有理由的笑 都会笑得很开心 那么每天笑每天笑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 就可以抗病 很多人的身体就带来快乐 带来健康 大笑忘掉烦恼 大笑释放压力 透过大笑级运动等的方式 可以有效地推广笑笑功 并且帮助长辈们 享受到健康和快乐的生活 社区肯谢老师长期在社区生根 鼓励长辈们能够面对阳光 带动身体比较灵活 身体比较好 也会心情比较开朗 我觉得这个老师不错 就是让你笑出你的身心的快乐 然后他还有一些舒展的动作 身心的动作 透过大笑 然后把你心中的郁闷 不愉快 都可以抒发出来 也可以让长辈 其实他不会有一些忧郁 不愉快 一笑致百病 讲师陈正胜表示 这是1995年印度一位医师所发起 当面对压力何不如意时 记得大笑几回 达到转环心情疏压 让自己充满正能量 使生活更美好 记者洪一轮 草屯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